各位您畫面借我一下囉 請問您平常有沒有哪些快速鍵是你比較常用的 你有沒有發現你平常用電腦有一隻手等同廢物一樣 因為你都只用滑鼠嘛對不對 這隻手好像不知道擺哪裡比較好 除了打字的時候有用而已 其實快速鍵呢還不錯 快速鍵就是原則上是左手在用的 那個左撇子我就不知道怎麼用快速鍵 好像沒有左撇子用的快速鍵 我們平常比較常用快速鍵來 各位看一下你的鍵盤吧 我們來找看看 你看這邊 這裡有一個應該是輔助工具吧 螢幕小鍵盤看到了 來 平常我們比較常用的是這幾個 這裡 不能放大 好吧 這幾個 AS 這幾個 ZSCV 還有AS 你搭配什麼 Ctrl鍵 平常如果你在這裡 比如說你看喔 我們在這邊 這裡我就先關掉 比如說我如果這個文字 我想把它選起來 你會怎麼選 大部分你用這樣拖曳對不對 這是一種方法 那你也可以從這邊這樣下來 欸 Word 你們 應該常用Word嘛 對不對 請問你在Word裡面的時候 如果 你要選 選字 選一些文字的話 你都怎麼選 我看一下齁 這裡有沒有比較 好選的 這一個 是怎麼OK嗎 好 這邊好了 來 如果你要把這一行選起來 是不是可以在這邊點 對不對 最左邊這邊 這樣點一下 是不是就全部選到了 那 點兩下 在這邊 兜兜 是不是選一個詞 點兩下 啊點三下咧 一二三 有沒有全部 對不對 好這個我先關掉 齁 好 那如果你在這邊 一二三 這裡 我們下面這裡齁 一二三 有沒有全部選起來 你說點三下就是全選 就是全選齁 這是在Word裡面的 那我們來看這裡 網頁上的呢 如果你把它選起來之後 複製 是不是Ctrl加C 對不對 好那你要貼上 是哪一個 Ctrl加V 好 那請問 Ctrl加C 我可以知道 是Copy嘛 對不對 你看我們常見的快速鍵就是 Ctrl 加上 A S Z X C V 你會英文就會三個 因為 如果我要全選 Ctrl加A 喔 有沒有 複製 Ctrl加C Copy 減下咧 這個 對不對 可是這個不是英文的 先看這個 這是不是存檔 Safe 你會英文會三個 那這個咧 減下 為什麼是減下 欸減下的英文不是Cut嗎 對不對 但是C被他用走了 怎麼辦 國文有沒有學過那個六書 蛤 會議 形聲 轉著 假借 所以 這個叫做 象形 像假都 減下 對不對 減下 好 這樣會的喔 那這個咧 貼上 P 好像有點太遠 但是P也被誰用走了 print 所以你看Ctrl加P是列印 好 那貼上 貼上怎麼辦 沒有啊 對啊 Ctrl加P啊 為什麼要用P 因為平常如果你寫一個字 這裡少寫的 你會怎麼做 按捏 啊不就按捏嘛 按捏叫插入嘛 插入叫貼上嘛 耶 對不對 了解 這樣就會 我們講的 就 就是快速記憶法嘛 你要記起來 但是不要強記啊 那這個呢 Z咧 Z是什麼 還原 還原我們一般都叫M度啊 按捏這裡 U在Word裡面就是underline底線喔 不一樣 而且有點比較遠一點 快速鍵要怎麼樣才叫快速鍵 一手能夠掌握的 所以你會發現這些快速鍵 有沒有都在左下角 對不對 那Z 請問一下 英文的 零叫做什麼 英文的零 G 對嗎 所以 還原就是歸零嘛 G 這樣了解嗎 好 所以你可以用這樣就可以 比較快記住了 那你還可以搭配一個 就是Alt 加上 鍵盤上的TAV Table 因為我們常常有沒有切很多應用程式 有 所以如果你要切換的話 Alt加TAV 有沒有就切過來了 所以這樣會比較快 好這樣會比較快 所以幾個常用快速鍵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覺得適用的你就把它記下來 好就可以把它用試著看看 所以你看像我們在這邊 我把它複製起來 然後呢 就可以拿到這邊 直接把它貼上來 好你貼上來 假設我貼在這裡 它貼進來 就會直接變成它的什麼 下一行 下一個 好變成它的下一個 這樣了解了嗎 好 那你有沒有發現我貼進來 好長好長 請問要怎麼辦 如果你要換行的話 Enter 我們試看看 不好 來問一下 請問你在握著裡面 各位有沒有注意過 這種符號跟這種符號 請問這兩個符號有什麼不一樣 一個叫做段落符號對不對 對不對 沒想到學新制圖也可以學 順便學握著 這個叫做段落符號 這個叫做什麼 強迫換行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 在新制圖裡面 要加上換行而已 所以要用哪一個 這個 這個怎麼按出來的 shift加Enter 對不對 答對了 所以你在這裡 萬一 我在這邊 想要換行 shift加Enter 有沒有下來 這樣就會了 所以如果說你的萬一 這個內容比較多一點點 那麼你可以在這邊 shift加Enter 這樣的話呢 他的新制圖的這個 就會往下走 這樣了解了 所以你可以再試一下囉 我把它還給各位